菲律宾巴拉旺公主港地底河流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并当选世界七大奇景,是游客来到巴拉旺必防旅游圣地,我们搭乘小船,戴上安全帽,穿上旧生衣滑近有黑的洞穴入口,开始这场神秘探险。 这条地底河洞已被规划为国家公园,必须提前三天申请入洞许可,可参观的长度约4.3公里,洞穴中充满令人惊艳赞叹的石灰岩景观,有条高数十公尺,宛如天主教教堂圆顶的大洞窟,到处散布着可让人发挥无限想象空间的钟乳石造型,有的像一朵垂掉下来的巨型吊灯,有的就像风潮一样,布满密密麻麻的隔状纹路。 洞穴里所有岩层都是在2000万到1600万年前形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功让人不敢置信。 为减少光害,沿途只有导览人员能攜带行动照明,另外我们也被禁止交谈,一来是怕影响到生活在地底河流的蝙蝠和金丝燕,二来是怕我们张口会不小心吃到飘落下来的有毒蝙蝠粪便,因此在地底河流里只听得见水声,但导览人员怕大家太紧张或无聊, 还是会适时地用手影制造效果,或偶尔乡路过的其他小船打招呼。 整个导览过程约莫一小时,但一点都不感觉时间太长,真心推荐大家来看。 另外,喜安冒险的游客可以来乌宫探险场挑战攀登石灰岩,这座石灰岩山有2300万年历史,如果敲打墙壁就会发出类似金属的声响。 在一小时的石灰岩灯顶体验中,游客置身于狭小的岩石缝隙,爬梯,甚至还要半蹲挤入宅小洞穴里。 狂青的游客들이继续吃一些小沿蜂犬, 马上鲜,马上鱼,马上鱼,马上鱼。 冬天地气... 防水,防水... 好 好 好 我怕會這樣 最難的是這段攀岩 四個月 對 你喜歡這段攀岩嗎 好 我喜歡這段攀岩嗎 我喜歡這段攀岩嗎 到中間的時候 好 你不想再去攀岩嗎 好 好 不要再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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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紅色的攀岩 不要再攀岩 好 慢點 慢點 不要再攀岩 不要再攀岩 謝謝 石灰岩縫隙真的很窄 噸位太大可能不適合攀爬 攀爬過程中 遊客會發現綁在腰部的繩索有股拉動力 原來是上方有兩人 一人拉藍繩 一人拉紅繩 交替拉遊客上來 他們都是徒手拉繩 完全沒戴手套 也不怕手磨傷 真是讓人佩服 走完最難的這段就幾乎登頂成功 只要體力不是太差 一般人都能完成這趟攀岩活動